前高雄市長韓谷瑜 今天一早在臉書上面 发表了514字的文章 他提到说 中华民国总统必须要做好三件事情 臉書上面一开头就说 每一次选举 台湾的政治环境总是陷入了纷纷扰扰 而当年的国父在最终时刻 还挂念着革命上位成功 而现在的台湾都还没迎来民主自由时代 更强调了中华民国总统 是需要做好三件事的 分别是确立国家发展总目标 如何组织人才来达到这个总目标 以及要以身作则 清廉把事情给做好 积极地表达个人看法 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才可以让国父的革命 真正地达到成功 台北市员尤淑惠退出了 国民党港湖的立委初选 是否会转向士林大同 来挑战王世坚呢 尤淑惠今天投入了新声 他表示自己是有点抗拒 又有点紧张的 而对于前高中市长韩国瑜建议 他可以来呛王世坚 如果选不赢就嫁给你这一番说法 那么尤淑惠笑说 是韩市长要让他放松一点的玩笑话 他是开玩笑的啦 他那天已经吓到我了 昨天又吓到我第二次 我没有想到他会把这个 后半段的这个玩笑话也讲出来 不过我觉得他只是要让我放轻松而已 因为他看得出来 我对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抗拒 又有一点紧张 对 那你什么时候会决定要不要投入这个士林大同 我想这个应该市党部不会给我时间来这个局限吧 而且我也希望说市党部也可以再找更适合的人 所以双管齐下吧 就把我当后备就可以了 因为那下午是不是大概几点回头 我后备就会进来 就是要来确认你的意义 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要了解整个市党部的想法规划 还有这个大同学的状况 毕竟我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选区的一些选情 当然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功课 我发现真的是难上青天 就第一个这个国民党在上一次的得票率 已经低于四成了 在2020年 那第二个万安市长在那一区的得票也是输的 那第三个是我发现那里 对女生好像不怎么欢迎 20年来国民党跟民进党 从来没有派过女性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选区可能我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好在是我过去在观传局的时候 最多业务配合的就是大同学区跟士林 因为很多商圈都在那里 包括这个大稻城 迪化街 宁夏夜市以及士林夜市等等 那在这部分我是对他们业务很了解 但是对于选民的结构 选民的想法这一部分 可能还要再跟市党部了解 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明宗 立委王鸿威还有谢一凤到监察院来告发财政部 纵容核库金控成为了家族企业这一案 那么告发了现任财政部长庄翠云 前任财政部长苏建荣 还有核库金的董事长雷仲达涉嫌 独职导致弊端从生 今天国民党团来到监察院 主要是来告发核库AMC 它的整个的公司治理 已经沦为让家族的事业 让家族掌控我们公股的子公司 那么大家都知道核库AMC 它是我们八大公股金控里面 也就是核库金控下面的子公司 那么公股是最大股东 但是呢包含我们的财政部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核库金 它的母公司放任这个核库AMC 它的董事长蔡建新 让他呢可以用家族来掌控整个公司 包括蔡建新 先后引进他的儿子 他的侄子 还有他的家族事业伙伴的女儿 还有条阿卡的小孩 还有他的朋友 甚至他的小三 都引进到公司作为主管 或者是员工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 我们公股事业下面的子公司 所以今天我们的财政部 还有我们的核库金 竟然可以放任这样子的丑闻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得知事实上他们的基层员工 已经多次的向包含他们的母公司 核库金以及财政部金管会来陈情检举 但是呢包含财政部跟核库金 根本没有任何的动作 以至于蔡建新越来越膽大妄为 所以我们今天到阶察院就是要告发 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庄翠云 以及前任的财政部长苏建德 还有现在的核库金董事长雷仲达 他们涉嫌独职 才导致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弊端重生 才导致我们的公股事业竟然被地方的家族事业 所把持人事随便的任用 甚至连很多的贷款也出现了放水 台电在基隆外木山旁的海域来填海造陆 新建天然气接收站 而基隆市民因此就组成了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 在去年提出了基隆护海公投 不过基隆护海公投却遭到行政院发函撤销 明年团体因此就到行政院外来抗议 指控中央没收了基隆人的地方性公投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在昨天发公文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内容竟然是要台电去回复陈情人 好提案的领衔人王省之就苦笑 他说难道台电就可以代表行政院来回答人民的抗议吗 好 阿 prin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